早晨,各位 今天是5月16日星期三的早上 隔夜美股下跌 最主要在北韓方面取消今日和南韓的會談 南韓和美國聯合軍演話 顯示出美國對於北韓仍然有一個針對的態度 北韓不高興,引發到地緣政治又再緊張 港股今日低開低走暫時跌超過300點 落到30,800點附近 恆生指數在上方有沽壓 似乎又再走回30,000至31,000點的波幅區間 來期待本週後期中美貿易回頭